讲一个金融游戏 告诉你资本是怎么赚钱的 你承包了你家后面一座光秃秃的荒山 什么也没有 怎么赚钱呢 一天一个高人说 你在山上修一座庙 山前修一条路 入口建一个气派的大门和游客中心 门票定价150元之后就可以赚钱了 你说门票定价150会不会太高了 游客根本不会来 高人说了 门票又不是定给游客的 是定给金融机构的 能高进量高 比如一张门票150块 一年20万游客 那就是3000万的收入 你把这3000万的门票收入质押出去 少说换回来2500万 质押十年呢 就是2.5亿 一个光秃秃的荒山瞬间变回来2.5亿 你敢还是不干吧 你肯定敢 但是你仅凭一座荒山 就想让金融机构借钱给你 人家也不傻 怎么办呢 高人又说 你去找你们村长谈 说景区建起来 不仅能提高本村的知名度 还能增加村民收入 提高村里的GDP 村长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就把这件事交给张三去办理 看能否跟金融机构借钱修景区 张三跟金融机构说了 村里每年给景区补贴宣传费用 不愁没人来 村里一分钱没有 张三为什么敢这样说 因为景区一旦修起来 从门口到山前得设立百度车吧 把景区大门往前一十公里 游客进景区只能坐百度车了 每张车票收十块 一年二十万 游客十年两千万收入 用未来收一权 向融资租赁公司借五百万买车 等于车是融资租赁公司买的 产权属于他们 但是使用权属于你 你是不是可以把使用权承包出去 收回来现金使用 还有景区里面的超市 饭店等经营权 你也可以承包出去 让人花钱买特许经营权 又能收回来一笔钱 于是金融机构就给你借了一个亿 至于这笔资金多少修景区 多少干别的就不讨论了 所以没钱了不要只会找银行 拿了银行的钱 就是在给银行打工 挣的钱都还利息了 我们除了找银行融资 还可以找客户融资 找员工融资 找投资人融资 除了用资产融资 还可以用商业模式融资 用股权融资的 如果你的项目正在需要融资 建议你一定要看看 橱窗中的企业融资权解 从商业计划书到估值方法 再到稀释股权和掌握控制权 一步步教你设计自己的融资方案 快速拿到投资人的钱